阿县有个中原名字 叫魏英 因为她母妃是中原人 当年随外祖去天兰国 后与父王一见钟情 只可惜在阿县五岁的时候就离世了 对母妃的印象就是那双温柔的眼眸 父王也常说自己和母妃的眼睛最像 温柔且透着蛊惑的韵味 魏英是世上难得的事儿 这件事只有阿努尔一人知道 连魏英的王兄都不知 像他这样的绅士一旦被人知晓 必定会成为别人争夺的玩物 他小心翼翼地守护了十八年 如果不是 刑事逼人他万不会舍得送他来这里的 希望中原皇帝能疼惜他 如果将来诞下子四纳天兰将不再被欺压 做这个决定的那天 他去妻子目前待了一夜 忏悔了一夜 魏英一身红衣从房间出来 随之而来的是那股无法形容的奇香 对上那双无可奈何的眼阿努尔忍住 夺眶而出的眼泪 怎么穿得这么朴素 我不喜太华丽的衣裳 好 走吧 就算是一件简单的红衣 不加任何的修饰他的孩子也是极美的 这点没人敢否认 大队人马从驿馆出发 街道上的人都驻足观望 人群里都在讨论这边疆的人是不是带了什么香料 味道很好闻 经过的街道都散发着这种味道 一顶华丽的马车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红色的人影 风吹过带起窗纱 里面的人正闭目养神的盘腿坐着 额前的两缕绣发被吹得飘起 有幸瞟到一眼的人都愣住了 嘴角的哈喇子都快止不住了 都说西域出美人看来不假 他们的皇帝可真是有福啊 魏英没有兴致看外面的场景 耳边回想起父王昨夜对他说的话 知道这皇帝对于他们的到来并不在意 连派来接的人都没有 只有一个普通的侍卫在前面领路 看来那人是心高气傲的 对于他们这种小国是嗤之以鼻的 所以未来的路怕是不好走 通过一道道关卡 终于到达了皇城 魏英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就是皇宫 看起来很威严 处处都是宫墙 很高很高 不似家乡的自由与辽阔 魏英同父王一起跪在殿外等着召见 他知道这是中原的规矩 可过了一会魏英就有些受不住了 膝盖处的疼痛让他额头冒汗 可父王说了没有皇帝的允许是不可起来的 既然来到别人的地盘就该遵守这里的规矩 魏英老老实实地忍受着 心里对那皇帝的印象低到谷底 殿内 西王看着陛下依旧在处理国事 完全不在乎外面还跪着的阿努尔 有心提醒一下 忘记阿努尔还在外面呢 是否需要召见 不必 多跪一会也不会怎样 可他也是诚心求和的 这样不太好吧 哼 如果这都受不了他大可以走 不过你觉得他敢吗 手里的笔没停 不过一股似有似无的味道 钻进鼻腔 味道很淡 但是很好闻 蓝湛抬头又闻了闻 兄长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蓝西辰深深地吸一口气 似乎也闻到了 不过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不像花香 也不像专门配的香料 听说边疆有种香料 很珍贵 是不是就是阿努尔 带来给陛下的天狼国的至宝 哼 真是可笑 这也能叫饱 当初就该把他灭了 为鹰顶着烈日跪着 身上开始流汗 散发的味道更加浓郁 周围的侍卫都在寻找香味的来源 可谁都想不到 这是从人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蓝湛被这味道蛊惑 好奇心使得 他放下了奏章走了出去 店门一开好闻的味道扑鼻而来 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眼睛看着低头跪在地上的红色人影 他正抬起袖子 擦着额头的汗珠 为什么这样简单的动作在他眼里 显得那么的动人 阿努尔赶紧推了推身旁的人 魏英反应过来抬头猝不及防的和那人对视 蓝湛瞳孔一惊 竟找不出形容词可以形容眼前的人 说美太低俗了 他是那种超越性别的经验 身上的红衣包裹着曼妙修长的身姿 那细腰估计自己一只手就能搂得过来 二十八年来的心动毫不可言地给了这个陌生人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心跳可以这么快 背在身后的手紧紧攥着 晶莹的汗珠还在流 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 顺着脸颊滑到脖梗 蓝湛咽了咽口水 太不可思议了 某种感觉正在慢慢发酵 阿努尔赶紧介绍陛下 这是小儿阿县 望陛下喜欢 哦 这就是阿努尔所说的天狼国至宝吗 是陛下 好 朕很喜欢 蓝湛亲自扶起魏英 把人拉进大殿 连蓝湿尘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凑近了脸在魏英身上呼吸 这味道就是他身上传来的 面对如此近的距离 魏英有些害怕 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保持平静 可似乎没有什么用 低沉的声音在耳后响起 阿县用的什么香料 这么好闻 让人上瘾 魏英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想要逃离这人 撒在身上的呼吸 蓝湛没等到回答眼神有些暗下来 他很不喜欢这种无视自己的感觉 见状阿努尔赶紧回答皇帝的问题 回陛下 阿县生来就自带这种味道 是我天蓝的珍宝 这样啊 蓝湛还从未听说过这种传奇 转头看了看蓝西辰 蓝西辰也摇摇头表示 没听说过 哪有人会生来自带香味 怕不是这阿努尔使了什么手段 不过既然人送来了 那就没有还回去的道理 如果将来发现此事 有贾纳他天蓝国也不必留了 至于这美人骂他是要定了 蓝湛挑起魏英的下巴 眼神露骨地观摩着 叫什么名字 魏 魏英 好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真的相飞了 天蓝国将再无战争 兄长设宴 今夜我要亲自感谢阿努尔的尽献 谢陛下 感谢阿努尔的尽量 尽量 ź 倒下 South 城 盛 从 边 麻